五月各大电商平台纷纷祭出优惠方案 欢庆母亲节市场 商机无限也使商人各出其招 不过医疗院所在网站通讯软体或电视台促销自家美容医学疗程 已经违反医疗法第86条 台北市卫生局提醒民众切勿调入违规广告的陷阱 比较常见被我们罚的话 就是它以不正当的方式做宣传 那这个是包括像优惠、团购、还有直销和消费券 还有预付费用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赠送谣承或者是征绩 就是比如说买二送一类似这样子 或者是说有一个人来的话是你这个2万块 然后如果你带的人来的话我就给你打八折 或者是说你只要一次消费两次 比如说打两针的那个肉毒感军的肉毒 它的一次打两瓶的话我就给你打八折 这个是在市面上非常常见的 但是这些广告的话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就是它鼓励消费 我们不是说消费就不好 而且医疗可是医疗它是做在我们的身上的 是一做不好 所以它可能就会造成这些的医疗纠纷 那我刚刚讲过它的纠纷的话 并且详阅卫福部公告的美容医学处置同意书 且由医事人员亲自执行疗程 开力收据 不要相信夸大用语 不参加赠品折扣等不当招揽活动 也不要预付定金 以免产生后续的争议 保障自我的消费权益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别忘了 不了 哎呀 lawsuit 知道 들어� 我 人 继续 あの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